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SIMS是三星电子的子公司,主要生产用于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工艺的设备。 据华尔街日报继日的报道,韩国水源地方法院2月下旬裁决,判处SIMS的一名前研究员四年徒刑,罪名是非法获取该公司与半导体清洗设备相关的专有技术,并利用这些技术制造出口到中国的类似工具。 一家由该研究人员创立的使用SIMS技术,生产半导体清洗设备的公司被法院罚款10亿韩元,折合76万8千美元。 SIMS的其他六名前雇员也因参与技术盗窃而被判有罪,并被判处最高两年半的监禁。 法院判决书写道,如果对此类犯罪行为从经处罚,将造成竞争的外国公司很容易以人才招聘为幌子,窃取韩国公司努力建立起来的技术。 法院称,前雇员获得的讯息包括设备设计蓝图,以及通过影像和盗用档案提取的,2018年至2020年相关部件清单。 所获取的一些讯息涉及国家核心技术。 法院表示,他们的行为还违反了韩国有关公平竞争和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。 根据被刀的讯息,这些人制作了24份半导体清洗设备蓝图,并向竞争的中国公司和一家未透露姓名的中国研究机构出售了14台清洗机,总价值约为5980万美元。 法院称,这名研究人员还在2020年与一家中国公司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,并将技术也转让给了该公司。 作为回报,7个人各自获得了位于中国的合资企业的股份。 近日,研究机构国际数据讯息IDC预期受库存调整及需求疲软影响。 2023年,全球半导体总营收将衰退。 IDC全球半导体与赋能科技研究集团总裁日前表示,库存调整自2022年上半年开始,并延续到2022年下半年,预期将于2023年上半年落地。 其预估2023年,全球半导体总营收将年减5.3%,前三季度均较去年有所减少,第四季有所增长。 其中,2023年,物联网市场恐将衰退3.1%,数据中心市场将下滑5.5%,记忆体市场将衰退达23.8%。 但汽车与通讯市场渴望上升,将分别增长2.1%及1.3%。 晶圆代工方面,营收表现将相对平稳,预估将小幅衰退1.8%。 其表示,台积电因在先进制程技术区领先地位,表现渴望优于半导体产业水平。 因此预估,2024年,晶圆代工营收渴望增长18.6%至1438亿美元,2026年将逼近1947亿美元规模。 此前,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发出预期称,2023年半导体市场规模将同比减少4.1%,降至5565亿美元,时隔4年出现负增长。 其中,记忆体市场将下降17%。 并据Digitimes Asia报道,除台积电外,晶圆代工厂商正在积极采取行动,为愿意为某些特定工艺生产更多晶圆的IC设计厂提供价格折扣,以提高他们的产能利用率。 但由于终端市场需求持续低迷,此举能否奏效还有待观察。 多数IC设计商表示,并未听说代工合作伙伴有明显降价,强调短期内会继续去库存,暂时不太可能以大晶圆开工量换取价格优惠。 不过,他们继续表示,鉴于整体半导体供需将逐渐趋于平衡状态,未来晶圆代工价格下调仍可预期。 报道指出,台积电与联电在维持报价方面依然坚定。 台湾二线代工厂愿意为IC设计客户提供价格折扣,但他们的报价尚未产生明显效果。 一些台湾IC设计商表现出对中国晶圆代工厂的排斥,认为中国代工厂的服务、生产良率和交付周期都落后于台湾厂。 现在终端市场需求依然疲软,他们不需要以折扣价寻求其他代工支持。 报道认为,对大部分IC设计者来说,晶圆开工量暂时难以扩大,只能对部分晶圆代工厂降价持观望态度。 然而,由于市场需求疲软,他们有信心高位代工报价稍后会恢复正常。 此外,不排除一些IC设计商可能会以较低的报价扩大晶圆开工,以确保一些更容易出现短缺的特定晶片在新的几个季度内稳定供应。 据业内消息,联发科和瑞域半导体等晶片制造商近期收到了WiFi6与6亿晶片解决方案的交货期较短的订单。 Digitimes Asia预计2023年的一波设备升级,将带动相关晶片供应商的整体出货势头。 据Digitimes Asia调查,多家IC设计公司强调,实际降价曲线可能比外界想象的要平缓,毛利率提升不会太快。 此外,一些热门工艺的晶圆代工价格不太可能下跌,因为他们的产能供应仍将紧张。 IC设计晶片制造商只能通过提高价格来转移部分高生产成本。 与台湾半导体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韩国今年2月以来出口持续下滑,这加剧了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担忧。 韩国海关综书表示,2月份前20天的日均出口同比下降了14.9%。 继1月份同期,日均出口同比下降8.8%之后,这一最新数据表明全球需求进一步疲软。 数据显示,仅2月1日至20日,韩国整体出口下降2.3%,其中以三星、SK、海力士等为代表的,晶片出口竟然暴跌高达43.9%。 此外,数据显示,韩国2月前20天的贸易逆差达到60亿美元,而1月同期为100亿美元。 韩国1月,贸易逆差达126.9亿美元,创历史单月新高。 韩国出口是全球贸易的一个重要情语表,因为该国生产的晶片、显示器和成品油等关键产品横跨供应链。 去年年底,随着全球经济前景恶化,依赖全球贸易的韩国的出口开始下滑。 除了东欧局势和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之外,全球范围内半导体需求的严重下滑也给韩国的出口带来了麻烦。 由于贸易恶化,韩国在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出现两年多来的首次收索。 韩国央行行长认为,出口下降、能源价格和房地产暴跌是主要问题。 另外,经济学家表示,韩国央行维持3.5%的基准利率不变,避免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至头。 当然,韩国也没有坐以待毙。据Business Korea报道,韩国政府2月下旬宣布,将在4月启动数据中心建设专案,以更好地利用韩国自主研发生产的人工智慧晶片。 该专案将为类似ChatGPT的创新人工智慧服务奠定基础。 在半导体、显示器、电动汽车电池产业方面,韩国政府今年计划对民间部门的投资专案总计达69兆韩元,其中半导体47兆韩元,电动车电池8兆韩元,显示器14兆韩元。 通过对半导体领域的投资,韩国将建设新的产业园区。 在电动汽车电池领域,将建设新产品的研究设施和试制生产线以及工程师培训中心。 此外,对显示领域的投资是为了加速开发量子链等下一代技术和产品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